他有查過這個大樓幾年前發生過 翹樓侵殺的案件 刺殺者是從九樓一躍而下 這件事我後來查才知道 但案件失靈停下來的樓層 的確更好是九樓 好可怕喔 我一直看電梯那邊 結果呢 原坡看到 幹 電梯的門鏡子反射有一個人的影子 可是沒人 沒錯 我們的專屬頻道會員就開張啦 耶 就是我們有會員專屬會張 我叫你 接下來呢 還有會員專屬的貼圖 這邊 這也是加入才會有 然後就是有設定的表情包 不定期的開許願池 那周邊商品的話 也會有會員專屬的折扣喔 可能我們會不定期有會員專屬的貼文 還有一些NG畫面 以及一些 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喔 社群看不到的 是在會員才會有 對 大家聽到是不是很心動呢 趕快按加入吧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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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夏季肝心跳 由雞胎 雞胎姐姐 夏季在外面 等一下 又在外面睡覺了 外面睡覺 對 而且他們剛剛有稍微洗夏季 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對 就是讓他們休息一下 素顏不能露面不然會掉盒 今天呢 我們要問大家什麼呢 大家有去過停車場嗎 喔 停車場 你有去過停車場嗎 有 喔 你的次數應該不多吧 因為我們平常是沒有在開車的人 應該是有時候如果要去某個地方 然後計程車剛好到停車場才會去 或是跟家裡出去才會去停車場 對 家裡有開車什麼時候才會去 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關於停車場的都市傳說呢 喔 可是我覺得停車場我比較想到那種就是 驚悚的電影 因為停車場其實就暗暗的 然後就沒什麼人 就是很容易發生一些就是很驚悚的事情 就是一個人如果在停車場很晚半夜一個人走的話真的會有點怕怕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 三個台灣停車場真實發生的恐怖靈異事件 然後有幾個人會覺得很可怕 這幾個是好像看到人影的那種 可是停車場有人很正常啊 只是 可能當時 看到的樣子會不像人吧 就是你知道他到底是人還是好兄弟 而且 印象中有很多停車場有那種 輕聲跳樓的人很多對不對 就是 西門的那個停車場啊 西門的那個停車場啊 西門兩個停車場 都發生過很多名人 那如果大家有聽過停車場的一些 靈異事件或都市傳說的話 都可以挑選跟我們分享喔 好 看這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我的頻道 去開小鈴鐺 謝謝支持我們的IG喔 追蹤 跟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 關於台灣停車場 正式發生的 靈異事件是什麼吧 Let's go GO 好 那第一個事件呢 好像是一個 情侶 他們遇到的 好 那這個標題呢叫做 當我跟女友在地下停車場 點點點 可能就是發生什麼 恐怖的事情這樣 我們來一起來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 好 那這個 圓炮呢 跟他的女友去逛 逢甲 然後圓炮跟女友 他們就去 逢甲的 某間飯店地下室停車 結果公安要走的時候 大概九天左右 他們停在地下二樓 下去後呢 完全沒有人 我們拿錢跟去繳 停車費才能走 按電梯後呢 我女友在跟我講話 我就發現我們 按電梯往上 結果 兩台電梯 一台停在一樓 一台停在三樓 結果一下子 就聽到電梯到的聲音 叮 結果 沒開門 我女朋友還在講話也沒發現 但是我感覺怪怪的 也沒有多想 結果過了三秒 顯示在三樓的那個電梯門開了 剛顯示三樓的那個電梯 居然在他這個 這一層開了 好像有點奇怪啊 我也沒有想太多 就跟女友進去 結果進去後呢 關門後過了幾秒 又 叮 門開了同一樓 我沒多想又關上 他又過幾秒又一樣 反覆了兩次 我們就很毛 我就拉他出電梯 往停車的方向走 到的時候 他就一直問說 怎麼會這樣 好恐怖 我就說 乖 沒事的 抱著安慰他 我讓他背著著電梯的方向 我一直看電梯那邊 結果呢 圓拋看到 幹 電梯的門鏡子 反射有一個人的影子 可是沒人 然後電梯往上的按鈕 一直閃燈 超恐怖 我女友說 你幹嘛一直看 那邊有什麼東西 我就用手 弄著他的頭 不讓他轉頭 就讓他看到這樣子 對 跟他說 沒事的 大概過了兩三次 那個門開關 之後就停了 庄梅事後拉著他的手 一起去另外一個比較豪華人多的電梯那裡 可是一樣沒人 我們就要按電梯 這次是同一樓的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電梯到了 結果狂閃燈 大樓的燈 結果過了將近五秒 門才開 我就跟我女友說 別進去 我們走車道到樓上繳費 到樓上後 我女友就說 很恐怖 我叫他在樓上等我 我自己下去牽車 然後呢 就沒有後續了 之後就送他回家 又開車 回來整個毛毛的 那原本就說他第一次停那邊 他知道他不會再去第二次了 大家知道是哪一個 馮甲的飯店嗎 會不會也有人遇過靈異時間 同個飯店 所以他就是 在電梯的門 鏡頭看到有一個人的影子 很恐怖 這真的超毛的 很可怕耶 那個如果是當下是我的話 可能會就是 真的想快走離開那個地方 好 那大家覺得可怕嗎 就是情侶在 馮甲的某個飯店的地下室 停車場發生的 靈異事件 然後就趕快把下室的臉 好 下一個呢 就是鬧鬼的停車場 我們來到了 西門的停車場 那是寫 詭異的西門停車場 那這個原PO呢 那天有三位朋友合辦生日會 那他們是約在 7點到11點之間 地點是在西門町的 好XD KTV 嗯哼 因為下班趕去 原本想找個停車格 但是西門停車格 要找到沒人的就很難 他就隨便拐個彎 在西門某個大舞廳轉角過去 邊見一棟 私人的大樓停車場 你知道哪一棟嗎 私人的 不知道耶 私人大樓地下室停車場 因為時間快到了 情急之下就直接開進去停了 然後在地下二樓停好了出來 先不說這地下室停車場有點破舊 地下和牆面就是沒整修過的感覺 然後反正他就停了 那時間過了 歌也唱完了 大家換唱完準備要擅長 然後有個家住跟我同方向的妹子 因為太晚就順便載他一車 然後他們一起走到停車場 我跟妹子從入口車道往下走 那時車道大門 門沒關 然後到了R1 看到出口處的警衛是沒有人 跟妹子想先從樓梯那裡過去R2 卻無法衝行到停車場 想說從旁邊電梯回到一樓走車道到R2 就跟妹子走進去電梯裡 按了R1 按第一次R1 門沒關 按第二次R1 門還是沒關 樓閃燈也沒亮 回頭看了一下妹子說 這電梯也太爛了 感應不良喔 說完那十塊門就突然關了 原本想放心了 電梯向上 幹 樓閃燈沒亮啊 但是電梯卻在向上 我和妹子看了一眼 就用手指 瘋狂說R1 不對還在向上 他們沒有按到樓層沒亮 但是電梯卻自己往上 好恐怖耶 然後我和妹子就覺得 這電梯非常的不對勁 於是後退半步 電梯門打開了 是個股份小公司 樓層燈也亮了 停在酒樓 他根本沒有暗了 燈光只有門外一盞 還亮著的一盞日光燈 還沒回過城來再看幾眼 我急忙的再狂按R1樓 這時電梯終於回過城往R1去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裝表面沒事 在氣裡已經嚇得魂快飛了 回到R1 我們兩人只想趕快出去 幸好往R2的車道還可以走 繳廢完開回R1入口處發現 居然鐵門關下來了 剛剛不是還可以走嗎 浴室叫妹子現在車上等我下來 我去找管理員開門 R1管理師的燈啊 監視器都開著 我敲了兩三下喊有人嗎 沒有反應 後來終於有一個 差不多五六十歲的老伯出來 然後就問他有沒有辦法開鐵門 那這個管理員就看著他說 他沒有鑰匙 鑰匙在警衛身上 然後呢 他就只好自己先離開去一樓找警衛 這時我打算走逃生通道去一樓 因為剛才的電梯 讓我實在感到有點害怕 然後根本不知道警衛在哪裡嘛 然後呢他就去一樓的商場 一樓商場燈光昏暗 我們有去過一樓對不對 就是那個很多賣手機3C那邊 3C才比你的那邊 那邊的確有點昏暗 有點可怕 然後呢 員工就走到一樓 然後走樓幾步就打了韓戰 然後呢 其實就隱約聽到一樓商場的某個角落 好像有人在整理東西的聲音 唆唆俗俗像是在這裡 就帶著聲音 也有可能是野貓之類的在翻時 然後呢他就走到一樓的電梯前 不知哪來的勇氣再度去按電梯 按了向下的按鈕等電梯來 10秒20秒30秒過去 電梯門還是沒打開 What the fuck 按字之後 把當下聽到剛剛那習俗的聲音 傳來高跟鞋踩踏的聲音 有點可怕 我不管到底是人還是阿飄 立刻用吃奶的力氣從逃生通道 衝到R1管理員的地方狂敲玻璃 原本就說管理員先生 警衛不在一樓根本沒有人啊 然後管理員就探了一口氣叫我跟上 他就按著電梯 這時電梯門打開了 幹打開了 但是他很驚恐 明明前面兩次都非常莫名的故障 我跟管理員他進電梯 居然也順利到了一樓沒有故障 然後這時心靈疲憊沒有想那麼多 只想趕快離開這個詭異的停車場 回去的時候呢 就跟著這個警衛從停車場的路口處回去 順利的把車開禮了 也把妹子載回去 至於是西門打到大樓的停車場 他是後來才知道 我想應該不會再有機會去停了吧 然後呢 他這邊還補充說 他有查過這個大樓幾年前發生過 跳樓自殺的案件 自殺者是從九樓一躍而下 這件事我後來查才知道 但案件失靈停下來的樓層 的確更好是九樓 哇大 非常的巧合耶 他剛剛就是 在九樓 然後那個自殺也是在九樓 好可怕喔 我覺得很毛耶 他還有一樓商場的警衛說 那個時候不可能裡面有人 所以他那時候聽到高跟學生 最近是不是好兄弟呢 是可能是女鬼之類的 好 那故事結束 這故事有點長 我覺得 還蠻有那種 臨場感真實的感覺 文字敘述的方真實生動 好 那大家覺得這個 停車場的臨時間可怕嗎 相對人 這個是在一個學校裡面的 停車場發生的 好 那這個圓PO說呢 當時正時寒假 小弟我留在宿舍繼續住 努力的打工賺錢 忙到半夜才回學校 有一次呢 凌晨三點下班 凌晨大雨狼狈的騎回學校的時候呢 已經三點半多了 準備進停車場時 我一如往常的警東神經 因為本校的流犬馬智障 躺在地下停車場睡覺 還會襲擊騎下來的學生 幹 給我滾喔 笨狗 正當我叫囂撞展的時候 所有的狗忽然列隊從我身旁的出口車道 竄出 跑向滂沱大雨的懷抱中 正當我黑了問號時 一股睡意湧了上來 於是我放棄思考怎麼回事 悠閒的準備進停車場停車 騎到底後 我準備右轉開始找 離出口進的格子 就在我轉彎時 那本角的機車房 忽然衝出一個黑影 幹他媽的死笨狗 我一個嚇到漏尿 差點要噴出來 油門一灌 就趕緊往前衝 拉開距離後 我回頭一看 喔 沒事 不是狗啦 只是一個漆黑半透明的上半身 在地上一邊向我爬行而來 一邊伸手啦 快呀 現在什麼情況啊 媽的 我趕緊騎到煤車的空曠處 想先拉開距離觀望一下四周情況 回頭一看 機車旁的角落一個個黑影不斷爬出來 有缺手腳的 有只剩上半身的 外型就像魔法阿嬤中的 哭魂野鬼 骨獸如柴 怎麼那麼恐怖啊 油門一吹我死以最高時速 奔向停車場出口 連找感應卡開門的反應時間都來不及 眼看他們不斷逼近 靠腰 我使徒手搬開停車場的 閘門橫桿 火速衝出停車場迎接大雨的懷抱 從此以後我便打死不停停車場了 鳳雀各位朋友 三星版也真的不要去地下室停車場 好故事結束 等一下這應該是今天最可怕的 真的嗎 有點誇張 就是真的有那麼扯嗎 就是這麼多鬼魂爬出來 而且是一群耶是不是 火人生吃之類的那種感覺 對就喪屍之類的 不然有沒有棉花場殺雞是 中興大學的 可以幫我們見證一下 好 大家覺得這個 校園停車場的故事可怕嗎 校園園 好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看完三個台灣停車場 正式發生的靈異事件啦 那你覺得今天三個哪個最可怕 我覺得最後的最可怕 因為最後一個它是用爬出的 真的是超恐怖的 就感覺它好像在追憶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會比較 毛骨爽藍點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走出去回頭看裡面就要有人影 就是代表他們剛剛是一起搭電梯耶 然後還有西門的嘛 因為我們之前就住在附近 所以西門我們就很有感 對 現在才想到原來西門 這麼多鬧鬼的地方耶 還是我們去那邊遇 那把我立正去停車場拍 想看下方的文家一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鈴鐺 鈴鐺 記得我們IG喔 記得要追蹤 喜歡看這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吃了 喝了 煙 加油 火焦 加油 節哨